手男無視刀還露出笑容 他是遭人反擊勒弊的白姓死者 生前PO文分享禮物 還說從小就喜歡武俠小說 因為從事刺青工作 IG上滿滿都是刺青作品 也因為手法細膩 累積不少人氣 朋友接到二號都感到非常錯愕 怎麼樣也沒想到 他帶刀下樓理論 會被奪到反遭勒弊 炸害人變成被害人 類似案例在過去還有這一件 2014年何欣男子回家後 發現住家被竊賊闖入 為了保護妻小他上前壓制 卻不小心掐死對方 法官認為防衛過當 遭判三個月徒刑 一般遇到這種狀況 失誤傷該怎麼判定 到底誰是被害者 取到攻擊者主觀上認定 應該是動手嫌犯 卻意外不幸喪命 進入司法程序後 法官又該如何認定 雙方身分 拿到恐嚇的人 在當時是被害人 但他當時把人家惹死之後 他也同時具有被告的一個身分 所以兩個人都是被告兼告訴人 持刀者反遭攻擊送醫不治 一起當街鬥毆 一死一重傷 遭到刺傷的幸存者 恐怕難逃檢警追究 殺人刑責 近視為新疆公雅賣 採訪報導 按照 按照 詞 4 8